印错护照紧急补救 外交部公布新贴纸 第一批重贴十万本 只是用贴纸还是怪怪的 原本印错的护照 淘机变成美国杜勒斯机场 贴上贴纸之后只贴了右侧 加上桃园机场一行下 变成左边杜勒斯 右边是桃园机场 本局要负负担二十二万本 第二代晶片护照 加贴防伪贴纸的费用 那至于其余的三十三万本 第二代晶片护照 加贴防伪贴纸的成本 是由央厂来自行吸收 中央印制厂出动六十人 手工贴纸一本成本三十元 外交部验售的二十二万本贴完 得花六百六十万 先前误发的两百八十五本 至今已追回两百三十一本 但用贴纸遮盖 难道不会有未造疑虑吗 尝试去撕 结果一撕就破坏掉了 所以这个贴纸想撕下来 这个是不太可能 而且央厂昨天也跟我们保证说 撕下来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打包票贴纸很牢靠 验售还亲自撕撕看 外交部拍胸脯保证 已经将样品寄给各大机场 国人不会被挡在国外海关 央厂他们的每边 根据那个照片做出来的 到时候我们就是所谓的 第四第五页 原则上就是用这个 第二代护照出包 印错五十五万本 二十二万本重贴贴纸 其余三三万本 中央印制厂得自行吸收 接下来新印护照会采用 桃园机场一行下照片 还特别拍照留存 外交部这次小心翼翼 避免再有任何差错 三十五天 江西孟哲台北报道